美女不心动挑战 因为我总是会看到美女就 不自觉的嘴角上扬 然后最近也看到很多人在做这个挑战 所以今天我也试一下 视频是我朋友给我找的 然后发到我百度云里面 我还没有看过 还有珠三连的朋友都能报复 和自己的心动对象在一起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这个人我知道他 他就是唱那个 把我抱在你胸里的那个女生 然后我17年的时候 还去看过他的现场 还蛮巧的 她不陪站在你眼前 你的痛怎能看不见 为什么最 这个是真的有点被填到窝 拜托 这是林真娜耶 有人不可以吗 我超爱她的好不好 下一个下一个 这个真的好好看 它真的好好看 陪姐 还是那句话 陪姐有人不可以吗 我太吃陪姐的盐了 陪姐跟林真娜 简直是 我的两个天菜 好吗 说实话 他转过来的那一瞬间 我有被电到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好看 很好看 大街 举手来 严肃点 这个就是他前面 戴着帽子的时候 我感觉就还好吧 一般 然后他一抬眼 然后笑起来 我觉得好可爱 真的好可爱 我真的好喜欢这种 笑起来很好看的女生 挑战前往笑容最治愈的女孩 还是那句话 我真的好喜欢笑起来很好看的女孩子 因为我笑起来不好看 这一款长相啊 就是是我的菜 然后他这个就是他别的视频我有看刷到过 然后还发给我朋友说我恋爱了 女娲 在吗 我们商量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人家的五官长这样 然后我长这样啊 不是 就还有人不知道刘欣忧是我老婆这件事情吗 嗯 给我找这个视频的这位朋友 你知不知道这个视频就是我帮他拍的 好巧啊 这也是一个笑起来很好看的女孩子 然后我觉得他的猫也好看 我也好想养只猫 嗯 这个也是我朋友 然后他是很好看 嗯 这个也是我朋友 然后他是很好看 试情 星沐犹子 太好看了 真的太好看了 很漂亮 我和你太了又太想了 我才想着听更改 为什么我们的那些句还是没有例外 你说我没有想法 不懂老漫人人厌烦 为什么曾经不说 我可以三个字我已经说腻了 Lisa也好好看 这里好吃 刘亦菲这里好吃 很小时候我还喜欢看 张女士 好大 看中间的菜特摆 我朋友很喜欢这间分离 还有刚才的于飞红 我前两年就在微博上说 我真的觉得于飞红满足我对阿姨的所有幻想 就是不光是脸 我觉得她的整个 所有的就是想法 然后之类的 好我喜欢她 然后当然她也非常非常的美 刚才就是我朋友给我发的所有的视频了 看完就只有一个想法 怎么世界上美女这么多 多我一个 会死吗 现在是1点23分 我们一起去卸妆 刷牙 洗澡 睡觉吧 大家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腰哦 因为我前两天腰就不小心受伤了 然后现在就好痛 然后前两天在床上躺了好多天 才好一点 开始洗澡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 就是 整容医生 把我的嘴给整翘了 然后我去找医生 然后跟他说 你把爷给整笑了 有觉得好笑吗 觉得好笑的抠个1 我已经卸完妆了 现在开始洗脸 之前就有关注我的朋友 应该知道我用Soft牙刷 已经大半年了 想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使用感受 毕竟作为一个刷牙爱好者 就是 喝到断片 然后最后一点残存的意识 跟我朋友说的话就是 记得回家要刷牙 我就真的觉得Soft的软毛网友 给了我很好的刷牙体验 有因为他更爱刷牙了一点 他的刷毛真的有够软 而且之前我经常会有 牙龄出血的问题 现在基本上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而且正好这次618限时优惠 全年都很难得的优惠 早买早享受 好了接下来的洗澡你们就不能看了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不要忘记 点赞 投币 收藏 关注我 晚安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